第909集 倒是北宫家主你呀 对我承诺过 去魂族不被任何人攻击呀 叶臣取出万剑地宫的令牌 言道 这个话已经决定 我会传给青剑先尊 等等 叶小友误会了 我说的是魂族说 不会伤害你 不是我承诺你 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要是其他门派和家族的人伤你 我可负不起责任呢 但总之 你能去万年魂龙镇了 北宫红天这老狐狸 第一时间便将责任理得清清楚楚的 避免日后被万剑地宫找麻烦 叶臣点头慎重道 好 万年魂龙镇 两日后我就破了魂族这阵 他没有选择 这是唯一救几邻的办法 更何况 轮回墓地中有墓碑 极有可能和魂族禁地有很大关系 从昆仑须踏入灵武大陆 轮回墓地的墓碑 一座座开启 就好像是一双大手 一步步引导叶臣 向某个地方靠近 至于这个地方在哪里 唯有走下去才知道 爷爷当年修为不高 为何会布下如此大局 难道当年昆仑须那颗 落在叶家的域外陨石 藏着天大机密 好 有气魄 不过此事非同小可 两天不够 本家主给你三天时间准备 三天一过 便带你前往魂族闯阵 北宫红天露出温润和谐的笑容 随手一挥 给予叶臣一瓶河道镜 妖兽的精血 笑道 此物算是给你的资助了 我北宫家族的宫殿 你可以选一座进入居住 你的肉身 化缸七六阶 太弱了 化缸七六阶 相当于神王镜六层天舞者的肉身 相对于入神镜七层天的叶臣而言 里然极强 不过要闯万年魂龙镇 且不说守镇的天地魂龙 会不会诛杀他 单单的阵法外围杀伐钢器 都足以将叶臣给绞杀了 故而 北宫红天随手给了叶臣一瓶 无数人渴望的河道镜妖兽精血 此举同样是做着两手准备 哪怕叶士天闯过的希望十分渺茫 但是自己给了妖兽精血 万一叶士天闯过了 也会记下恩情 再不计 叶士天死在万年魂龙镇之内 万剑地宫的人寻来 本家主也可说资助过叶士天 并且为其引路 叶士天死了 更加怪不到他的头上 哦 不过 不过住北宫家族就不必了 山下我住着习惯了 叶臣接过这瓶精血 目光闪烁 直勾勾地盯着北宫红天 他可不相信北宫红天会这么好心 要是郑伯 立书或者其他北宫家族长老赠送 或许叶臣还会记下恩情 上次金佛密宗 这次魂族也得益于北宫家族的长老较为开明 故而自己才没有受到北宫家族的通缉责怪 至于北宫红天拿精血来 多半是为了撇清可以引导自己去的关系 让万剑地宫的人认为 他是在全心全力的帮自己 是我自己找死 道行没有到家的老狐狸 这次老子破了万年魂龙阵 你估计会拿出更多东西 叶臣从江城再到京城 然后再进入昆仑须 乃至现在跨入零五大陆 这一路走来 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一般的家族子弟 根本没有叶臣的阅历身 他自然一眼就能看出 北宫红天的意图 只是可惜 北宫紫玉还蒙在鼓里 告辞 叶臣看着北宫红天心烦 索性自己转身离开 回到了原本居住的客栈中 开始炼化精血 提升肉身的强度 紫玉 你也去休息吧 这次的闯阵 你就不要在意了 北宫红天取出一些 五品妖兽精血 以及空间神石 大量宝物 递给了郑伯和立书 吩咐道 好好看着紫玉修炼 这次不到神王境中期 就别让他出来了 五品妖兽精血 四品妖兽精血 相当于造化境妖兽 和合道境妖兽的精血 妖兽和舞者一样 都分品级和境界 但是完全相对应的 诸如灵武大陆 入神境为修炼第一阶段 合道境是第四阶段 相对于合道境妖兽 便是四品妖兽 一头合道境妖兽的精血 固然不便宜 却也不是特别昂贵 尤其是对于 拥有接近十位造化境强者的 北宫家族而言 家族中 三十多位合道境护法长老 哪一位都有击杀四品妖兽 取其精血的能力 但也只是给叶晨 一瓶四品妖兽精血 相对于五品妖兽精血 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呢 给北宫子玉这瓶精血 还是当初造化境七层天的 太上二长老 击杀一头 相当于造化境五层天的妖兽 提取出来的 是家族的重宝 足以让北宫子玉的肉身 从金身霸体九阶 提升到虚体七五阶 可以想象其珍贵程度 爹爹 我想要去看师父闯阵 师父一定可以破阵的 让我去看看吧 北宫子玉迫切地说着 北宫红天目光阴逸下来 既没有反对 也没有答应 只是挥挥手 施以郑伯和立书 带走了北宫子玉 当北宫子玉离开之后 他转身看着撕裂的虚空 以及从虚空中 走出来的几位太上长老 徐徐说道 叶世天这小子 摆明了是必死无疑 为何太上六长老 要让我给他一瓶四瓶 妖兽精血呢 这瓶精血 至少可以培养出一位 化刚七八阶肉身的弟子 给这么一个将死之人 哪怕是为了撇清我们 故意算计他的嫌疑 可也太贵重了吧 舍不得 没错 北宫洪天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 难怪之前 太上三长老说他不够资格呢 格局观太小 太舍不得宝物了 会有相应的报酬的 一道干涸阴液的声音传出 太上六长老缓缓踏出空间裂痕 干瘪的肉身显得格外扎眼 一身黑色长袍 就像是地狱中爬出来的鬼王一般 一对眼睛就像是两颗深邃绿宝石一般 看着极为不像正常舞者 他轻轻抬起干瘪如木头的手臂 凭空滑动了两下虚空 唇角旋即展开一抹邪魅的笑容 言道 洪天 你也是造化镜五层天 难不成没有感应到什么吗 感应 北宫洪天细细感应了一番 脸色有些变化 言道 空间动荡啊 难道不是各位长老撕裂虚空过来导致的 咳咳 你还是太年轻了 这等空间动荡 就是太上大长老也引不起来 太上二长老咳嗽两声 就像是随时随地就要死的老人一般 实则是因为万年前修炼一种特殊的功法 名为天狮术 导致肉身如干枯的僵尸一般 看似即将死去 实则生命力比同镜舞者都要强胜数十倍 甚至是可以吸纳虚空之力和舞者的生命精元来增强自己 故而 他才能感应到虚空中不同寻常的动荡波纹 才会有这么一句话 他直勾勾的双眼就像是毒蛇般 看向山下的巨城 有一位造化镜九层天巅峰的强者来了 造化镜九层天巅峰 这句话直接震惊了周围几人 哪怕大家都是造化镜 却都只是初中期 甚至进入造化镜后 每一个境界提升都极为困难 造化镜九层天巅峰的强者 西域唯有飞羽阁和百里家族的老祖 必然不可能是这两位老祖来了 那便可能是北域的强者赶来了 有强者 东域还是南域的 北宫洪天认真地问着 边上的太上武长老冷横一声 白了他一眼言道 东南两域间隔我们上万亿里 要碎裂虚空过来 少说得花费几天时间 非封神武者不可 怎么可能是东南两域的人 太上武长老明显对北宫洪天 没什么好感 直接点破了问题的关键 林武大陆地域辽阔 人口以千亿计算 并且只是计算各座城池的人口 并没有计算城池之外的人口 恐怕真实人口数千亿 拥有这么多人口的世界 又分为五大域 相互之间相隔亿万里 怎么可能会有 造化镜九层天巅峰的强者 从东域和南域 直接撕裂空间赶来呢 明显不可能 中途一旦稍微有些差错 要么跌入无尽虚空之中 要么空间法则耗尽 被困虚空之中 等到下一个碰巧遇到他的人 才可能救他出来 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弄死 故而撕裂空间赶来西域的人 无非北域武者 北域靠近西域 西域和南域之间 间隔了一条宽三千万公里的 无尽河海 近乎相当于四分之一的 一域大小 要赶来 也会耗费大量的法则力量 东域和西域还隔着中域 同样是辽阔无比的域界 北宫红天面色有些微红 他最终咳嗽两声 再问道 那么 以太上武长老所言 那人是从北域过来的 北域造化镜舞者极多 甚至风神舞者也不少 一个造化镜九层天巅峰的人 赶来我们北宫家族的辖地内 有什么事 难不成是魂殿 还是圣龙家族 神龙家族 要对我们动手